雪州新古毛周席补选成绩出炉 西蒙候选人彭小桃成功在四角战中胜出 他宣布周二七日起开始为民服务 他表示当务之急是在新古毛找到落脚点 以便尽快搬到当地为新古毛人民提供服务 我将与团队合作共同解决当地问题 保障人民的福祉配合今日十二日是母亲节 彭小桃在丈夫叶宾友及其团队的陪同下 到乐司巴沙及新古毛巴沙向妇女派送康乃馨 献上母亲节祝福 他感谢过去两周新古毛选民给予的支持 并承诺将致力于解决新古毛民生问题 彭小桃也表示他与团队会先短暂休息两天 其服务中心周二七日起才投入运作 我们会继续使用已故新古毛州议员李吉香的服务中心 作为我的服务中心 毕竟当地人都知道该服务中心的位置 他也承诺 他将专注聆听地方居民的投诉 并和地方政府、州政府找出解决方案 根据选委会公布的新古毛州席补选成绩 新盟行动党候选人彭小桃获得14000票 以3869张多数票当选新古毛州议员 国盟土著团结党候选人凯鲁·阿兹·哈里 则获1131票 至于另外二名候选人及独立人士饶可星获188票 以及人民党候选人哈菲扎在努丁只有152票 痛失暗跪惊 中文字党候选人